第13題如右途所示 夾一柄三點位於一平面鏡前 一點為眼睛所在處 一光的反射定律 眼睛可從平面鏡中看到哪幾個點的像 這是老師上課的視野問題 老師上課教過三種不同的做法 那麼這個是一個眼睛很多東西 所以適合用 我們由眼睛出發到平面鏡做反射光 看誰在反射光的範圍內 所以我們對平面鏡的左側做反射光 我們對平面鏡的右側做反射光 我們就發現甲跟乙都在反射光的範圍內 所以眼睛可以看到甲乙的成像 第13題問我們說 眼睛可從平面鏡中看到哪幾個點的像 我們答案選的是A甲乙